同學們好,來看一下中興大學的研究所考題 我要做拉式反轉換的一些概念的運用 我們看一下上面這個怎麼解 這個原來方程式我想要做一點化檢 化檢成比較簡單的寫法 比如說我想要化檢成分子是s-3加1 在處理s-3的過程中 它會得到比較簡單的關係是 變成1加上s-3的導數 分別再乘上exp-s-4 然後再變成兩部分的拉式反轉換 有一部分是exp-s-4做拉式反轉換 再有部分是多乘上一個s-3分之1做拉式反轉換 拉式反轉換有哪些對應關係我是可以用的呢 這每個對應關係最好同學們都能夠證過一遍 知道它的證明,比較知道怎麼運用它 我看到這有自然指數函數跟s有關 那以前這種exp-s-4是誰變過去的 是那個delta 單位脈衝凡數 delta over t-a 是單位脈衝凡數變過去的 另外一個的話呢 另外一個的話是 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f over t-a u over p-a有關 這種函數做拉式轉換的話會變成exp-a-s-4 再乘上大f 底下這個叫做t的平移定理 時間域的平移公式 那我們看到上面的對應關係 就講到現在這個問題可以怎麼樣解了 對第一個來說的話 那就是delta over t-a A當作1 對第二個來說的話 也是一樣A當作1 A當作1的話 那就是f over t-1 再乘上u over t-1 好 那很多同學 不太知道說這個f over t-1 這個怎麼算答案 好 這個算法是這樣 就是如果能夠算出f over t的話 我只要把t換為t-1就好了 對嗎 好 那小f跟t有關的小f 要怎麼樣算答案呢 就是把大f拿來做拉式反轉換 好 只是換完之後要把裡面的t換為t-1 好 那大f是誰呢 大f就是存在自然指數函數的旁邊那個 好 存在自然指數函數旁邊那個就是s-1 所以這個相當於s-1 做拉式反轉換 好 這個需要對應的公式也寫在這裡一下 好 以前我們學過自然指數算數 exponential的at字方做拉式轉換之後 變成s-a的導數 好 現在第三個對應的關係是 A當作3 好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exponential的3t次方 好 各種學我把需要的都找到之後再整理一遍 好 現在的第一項是data over t-1 後面那項呢 後面那項呢 後面那項要記得把算出來跟t有關的 換成t-1 好 這個要記得換 換成t-1 我現在是編到它 好 所以是exponential的3倍的瓜乎t-1 再乘上單位解體函數 好 這樣的話就可以算出我要的答案了 好 以上是同學們 我知道了 這個答案是這樣找到的 同學們參考一下 謝謝大家